好 開學前最後的週末 週六一早的龜喉魚港 就有不少民眾陸續要來吃 很老好了 有魚有蟹還是鳥被類 這裡通通有 家長們趕在開學前 帶著孩子玩最後一波 就最後一個週末了 帶他們出來玩 白鵝就開學了 只是說日本福島川沸水 24號開始依序排進海中 遠洋漁獲影響可能比較大 近海漁獲短期內比較沒差 而且不少專家也教如何防範 但擔心的預期心理 多少還是有 應該是說能天然能無毒最好 讓我有擔憂 我當然就覺得 可能就盡量選擇性吧 對啊 當然會少吃一點點 因為福島川沸水排放 將會持續30年 氣象局模擬水流向 這些進到海域的河沸水 會隨著黑潮 以及北太平洋環流 往太平洋東側走 預計一到兩年 才有可能有微量漂到台灣 但同在一片海洋中 漁民無奈 魚都稀料料怎麼捕魚 漁民直指核廢料只要進到海裡面 多少都會受影響 但緊張也於事無補 太商也說再過一段時間 生意一定會大受影響 福島川沸水引起恐慌的 現在已大陸韓國比較嚴重 不只買海鮮 連海鹽也要搶 搶岩人潮不斷出現 而台灣人目前是有點緊張 台鹽股價八月二十五號 甚至一開盤就漲停 畢竟從沒碰過這種狀況 只要從海裡面抓起來的 魚蝦被淚 就連海菜 不只民眾 漁民也都會擔心 只能希望政府能持續把關 維護食安 上海這一家日本料理店 及撇清 食材要嘛國產 要嘛從其他國家進口 但絕對沒有日本 另一家上海日本料理店也聲明 店內從沒進口日本鮭魚 貝類干貝用大陸國產 北方南起鮪魚 也早就換成了西班牙的 更有店家在門口寫著 拒絕日本海鮮可放心食用 因為日本福島 八月二十四號開始排放核廢水 大陸禁止日本海鮮 餐飲店生怕跟日本扯上關係 紛紛自清 問題是過去打著當日空運來上海 百分之百日本進口 一人動輒2000到9000台幣的 日本料理店 一夜之間全改口了 大陸網友驚呼 啥 以前吃的原來都是國產貨 但收費是進口價 直呼自己被狠虛了這麼多年 現在才行 日本料理本身的話 它是一種 就相當於一種菜式 就是按照日本的方式烹調的 都可以日本料理 那麼不能說日本料理的 原材料就一定是 從日本來進口過來 話是這麼說 但是律師也提到 如果自稱空運來的 或日本產的 那確實有詐欺的嫌疑 海水被污染了 然後你說不是 那這個就是到底是還是不是 那這個肯定是說 有可能是虛假的 也有可能是誤導的 對吧 所以這種情況 就是如果是一旦有人舉報 到市場健康部門的話 市場健康部門是可以依據 反覆政大見證法 進行立法調查的 雖然今年七月 大陸海關總署 就禁止日本福島等 十個縣市的食品 其他地區的日本食品 尤其是海鮮 只要進口大陸 都需要嚴格的證明文件 並實施百分之百查驗 但也希望店家 不要欺騙消費者 TVB的新聞 到底是什麼原因 讓日本政府不顧 國內外的抗疫聲浪 決定要把福島核污染 處理水排入太平洋 官方的說法是 核電廠腹地內的儲水罐數量 快要逼近極限 已經沒有時間猶豫了 從韓國到香港 周邊國家或地區 都舉行抗疫活動 向日本政府表達不滿 但是首相岸田文雄則強調 核污染水都經過先進的 多核種儲蓄設備進化過 並且轉移到儲水罐內保存 在藉由海水稀釋 至少一百倍的程序 將穿濃度降低到 每公升一千五百倍克的數值內 甚至比日本國內監管標準上限 嚴格了四十倍 也只有世衛組織提出 每公升一萬倍克 國際標準的七分之一 即便是在這麼嚴格的管控下 日本政府同樣會審慎執行排放工作 同時負起全部責任 雖然岸田文雄提出 這麼多科學數據和政治保證 但是持反對意見的福島民眾 卻不滿單 更批評政府倉促的決定 根本不合理 讓福島居民花了十年努力 才逐漸恢復的成果複之一句 如果核污染處理水 真的這麼安全 為何不繼續存放在儲水罐裡 反而要排放到海洋中 對此英國普斯茅斯大學 環境科學教授史密斯 則反問放在儲水罐裡 是不是就保證一定安全 萬一日本又遭遇到強症或是強海 難道這些儲水罐就沒有風險嗎 史密斯更說他能體會日本民眾的擔心 但是在既有的科學驗證下 是不是也該對這些數據 保有一定程度的信心呢 在此外國的汽染處理水和福島的汽染處理水 和福島的汽染處理水大學的大小 因為福島的汽染處理水是 原子炉的汽染部水是 原子炉的汽染部水附的汽染污染 這就是汽染的汽染 不知的汽染處理水 用來不知的汽染 除水だけ有辦法做到 情報只有一個人歩著 日本だけ的汽染 就不是沒有決定 日本以後 有別於過去手段激烈的抗疫方式 韓國民眾以演唱節奏輕快的歌曲 傳遞民間對日本排放核污染 處理水的諷刺和不滿 他們批評日本的做法 已經影響到韓國民眾 購買海產品的意願 造成漁獲價格大幅下跌 讓漁民和養殖業者 幾乎入不敷出 生計就要陷入困境 日本政府一心只想擺脫 存放核污染處理水 這個燙手山芋 卻不顧鄰國的食安疑慮 和環境保護 為全球帶來前所未有的風險 只是史密斯同樣對南韓民眾的顧慮 提出不同的看法 他認為太平洋受到塑膠製品的污染 珊瑚礁大量死亡 以及過度捕撈的危害 越比日本排放核污染處理水 還要來得嚴重 鄰近日本的其他國家 其實更應該關注這些問題 而不是把焦點轉移到 核污染處理水排放入海的問題上 不過來自福島的牧場主人吉澤先生 心裡面卻有一個大大的疑問 就是這麼大量的核污染處理水 真的適合排到海裡面嗎 吉澤先生說 雖然他是個牧農 但是就像所有福島人一樣 都躲不過災變帶來的衝擊 污染遍及海洋和陸地 漁民無法出海捕魚 經營牧場的他同樣被要求 必須全數宰殺所飼養的肉牛 正是因為福島的核污染水 接觸過反應爐裡的機心 甚至也污染了地下水 迫使福島人用了十年的時間 把這片土地一點一點 淨化成現在的模樣 雖然比不上受災前的狀態 但至少讓農牧業和漁業 重新回到正軌 這也就是吉澤先生 不同意核污染處理水排入大海的關鍵 一旦這麼做了 福島的農牧產品和魚貨 將因為再度含有放射性物質 而造成另一個十年的恢復期 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也曾發表專文 呼籲國際社會與日本政府必須重視 擁有清潔健康與可持續環境 是一項普遍的人權 綠色和平更分析 福島的核污染水中除了川之外 還含有多種無法以現今技術去除的 超佑放射性物質 包括布 斯九十 點一二九 色一三七 和碳十四 這些放射性元素一旦把人體 當成最後的宿主 它們要進入半衰期的時間 最長可達到數千年之久 對人體的骨骼 肌肉 牙齒和甲狀線 將會帶來難以預料的損害 在福島經營評價生育片和便當超市的 中島先生就說 他所使用的食材 包括魚肉 蔬菜和大米 幾乎都是本地的農產 十年前當日本民眾 聽到他們購買的生育片或便當 使用的是福島食材 幾乎沒有顧客願意消費 當時他就想 如果消費者這麼害怕輻射的威脅 他或許不該使用福島出產的食材 當作商品販賣 即便經過長時間的努力 已經讓部分消費者改變了刻板印象 然而隨著日本政府決定 將核污染處理水排放入海的政策 化為實現後 讓他擔心十年前的歷史 會不會重新上演 而這也就是他必須表態 反對這項計畫的出發點 相較於福島地區農民漁木業者 對自身產品在安全疑慮上的小心謹慎 鄰近國家和地區則採取更為嚴格管控 香港環境及生態局長葉展環就正式宣布 從8月24日開始 要禁止日本十個地區的水產品進入香港 基於預先防範的原則 特區政府會在8月24日開始 禁止源自東京福島 千葉 匿木 池城 群馬 攻城 新式 長野和其肉十個都遠的水產品 進口本港 包括所有的活生 冷凍 冷藏 乾製成 或者以其他方式保存的水產品 海鹽 以及未加工或者經加工的海草 不只香港如此 臨近的澳門也公布類似的禁令 而在日本旁邊的韓國更指出 自從今年7月以來 從日本進口到韓國的魚類及貝類總量 已經比去年同期減少了4.6% 是從今年4月以來 連續三個月呈現下滑趨勢 環比下降超過20% 而且7月份的進口金額 也創下自2018年以來 首度跌破1000萬美元的關卡 衝擊到兩國的漁貨及農產品貿易 貨籍層面更包括水產品的捕撈和養殖業 農耕畜牧業 餐飲業等多個業別 儘管日本核污染處理水排放入海 是不得以為之的權宜之計 但是學者認為周邊國家民眾的恐慌心理 或許會持續帶給這些產業 長時間的重創 想要恢復到過去的榮景 可能不會在短時間內 就可以看到明顯的反彈